議事堂的敗壞其實就是剛己問亂 立法會是不是要改名 改造傳召官員作證的會呢 如果你就這樣把所有你想說的東西 就用傳召的方式放上來 也是一種自私自利的說法 將我們立法會這麼寶貴的時間 變成你的個人騷 其實朱元的作風我相信都很清楚 無論官員怎麼提供資料 怎麼回答你 都是沒有辦法滿足朱議員對知識的追求 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第五和第十已經是朱議員 今天所提出的第三條傳召官員的要求 所以我們立法會就變成了朱議員 你一人可以用完所有議員的時間 用完立法會所有的時間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每個議員其實都有他自己關注的問題 但是若果你想知道的問題 然後你就不斷動用這個議事規則的漏洞 又或者動用我們《基本法》 賦予我們的權利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麼我們整個議會不用做了 我們在座可能不同區域 不同界別不同的關注點 大家沒有時間去談 全部都是談了朱海敵議員你所談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保保你所關注的問題 是全香港很多市民 或者絕大部分的市民都關注呢 希望朱海敵議員 你真的會回去考慮清楚 和舉前非 不要再影響我們議會的順利進行 不要再浪費我們議會的寶貴時間 主席本人緊知陳詞